嗨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 大家好 台湾县市政府桥梁维护管理作业评件日前出炉 台中市桥梁检测及桥梁维修或平优良 更连续5年荣获台湾六都类组第一 台中市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台中市政府目前管辖桥梁数量约有2064座 其中包含148座人形桥 此次纳入年度评件的桥数共计1718座 不论是管辖桥梁数或受评件数均排名台湾六都第一 记者邹志中报道 台湾县市政府桥梁维护管理作业 那时候这个马洛桥梁这些都没有桥梁了 水如果大了 最大水就满了 今天他们水都拌在山上去 拌在台湾 拌在台湾 在市街上都有啊 我们这个桥梁里 不要叫我双争云 现在万佛人 在台湾县市政府桥梁维护管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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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县市都在欸 台湾县市里边 一段路都要給我半夜了嘛 要半夜再回去 差不多 1.8县市就半夜了 目前台湾县市人物 真的说 這是要像台湾县市 对 怎能说 但仍然有这类类的 这一座大桥要完工 我们要克服气候的因素 还要克服地质的因素 那这些因素我们在规划的过程 都已经考虑进去了 所有的工法我们检讨再检讨 我们台中最南平这条球 最漂亮的球 最重要的球我听我点我点我点我听就对了 在偏乡我们有这么一座的大桥 将来我们台中到彰化之间几乎没有距离 这个班球的意义不止是对台中市 不知道还有一个边缘化 更放弃的地方 其实它们有很接近的意义 就是我们台中和彰化 甚至南岛 这个生活圈 很好的开始 全台湾在土木工程内就只有这一项 第一名就对了 我们拍下来把建设局和建造设计和工程团队 给他们鼓励一下 给我们看这个 Monaten咱们 catch Chic 我们 K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